法国是当时欧洲大陆上典型的君主专制的国家 在这个跟康熙大帝同时的法国国王 路易十四大帝 这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这个君主 而这个人很厉害 他是人类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在位长达72年 这个康熙是61年吧 是吧 乾隆算上太上皇是63年 这哥们72年 当然他继位都是只有五岁 所以他那也够可以的 他活到七七八了 以至于他死了之后的接班人是他的曾孙 儿子孙子都没熬过他 都没熬过他 所以只能由他的曾孙路易十五 路易十五来 来积配 路易十四时代 法国的专制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 路易十四的一句代表话就是政绩国家 他把自己比喻成太阳 所以在他修的凡尔赛宫里 到处是一个长着人脸的太阳那种雕像 就是路易十四的标志 太阳王 太阳王那种标志 所以路易十四他就很牛嘛 很牛嘛 我我我我就是国家我就是太阳不听我的帅死牛 是吧 他死了之后他的曾孙路易十五继位路易十五在位也是五十多年 所以路易十五死了之后呢他的孙子路易十六继位 所以你看这三国王十四十五十六不是三代 都不知道多少代算不清楚了 十五是十四的曾孙 十六是十五的孙子 这个这个都活的时间很长 然后路易十六继位之后 法国就已经到了风口浪尖上 路易十六很有意思 这根本是个结巴 是吧 口吃 口吃他就不愿意见大臣 你明白这意思吧 他不说出话 他见大臣 他别扭嘛 他不爱见大臣 然后他这个性格也很内向 所以这个人呢 就怎么说呢 就是他这个 就是 嗯 不理朝政 不理朝政整天干嘛呢 修锁 他对机械特别感兴趣 锁呀 表呀 整天干热 那中国明朝有个木匠皇帝 法国有个锁将国王 整天修锁 那他公开讲 说这个 欧洲没有我打不开的锁 是吧 是吧 开锁的 这根本应该适合开锁公司 是吧 那最后给他关监狱 这锁才没打开 是吧 他说欧洲没有我打不开的锁 他的王后 是奥地利的公主 就是玛丽王后 安托尔内特 玛丽王后 这个人可就是 就得应到极点了 是吧 他当时奥地利最国力最强盛的 特雷西亚女皇的小女儿 从小就给养了就不是个人 是吧 然后作为这么一个 奥国的公主 嫁到法国王室 这女的什么也不会 就会干一件事 花钱 是吧 花钱 一条项链 当时的他 他买一条项链 叫六百万法郎 当时六百万法郎 什么概念 是吧 然后这个 他的外号叫赤字夫人 他没有钱 怎么办 借 债台高筑 就法国因为他债台高筑 而且他他到法国二十多年 做王后 他的活动半径 以王宫为原心 二十里为半径 画一圈 就没出过这个圈 整天就是娇奢淫逸 醉生梦死 整天就是化妆舞会 然后赌局 就整天就是这个 是吧 没有走进过一户 法国农民的家庭 去看看 你的人民生活怎么样 也没进过一户巴黎市民的家庭 也没到王宫以外的地方 去看一看 是吧 你看你什么样了 是吧 是形势大好 还是买木窗衣 你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所以 王后整天花钱 国王整天修索 是吧 然后这个 两口子比的造钱 法国政府破产了 负债高达四十五个亿 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就四五个亿 连还利息的都不够 所以等于这个国家就已经怎么样 就崩溃了嘛 破产了